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人来在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3年7月11号 这一期啊,咱们聊一聊 这个山东济南大学啊 每个月给留学生补助三万元 这么个事情 我在上一期节目啊,聊过这个 因为我觉得这个都不值得聊啊 所以我把它放到一个 很多社会事件里面 花了几分钟聊了一下这个事件 为什么呢,不值得聊 一看就是个谣言 但是既然这么多人热衷去传 这么多人热衷去讨论 这么多人去骂 那就说明这个政府做的不够 首先这个事情不透明 对吧,你大学教委 或者是山东的教育局 应该主动出来 把这事情沟通清楚 对吧,你的留学生是什么一个政策 这在我在昨天的节目里面 说得很清楚 我这节目做完之后啊 就有人留言 我看有人留言胡说八道的 我就直接拉黑了 因为没有必要 没有任何价值 今天啊,这个济南网警啊 就是济南警方 他出了一个公告 我看这是济南网警巡查执法 针对网传济南大学每月给留学生补助3万元的情况 公安机关高度重视 立即开展调查 警察时周某某女34岁为博人眼球故意拍摄部分照片 并发布到网上造成恶劣影响 目前公安机关已对其依法严肃处理 网上不是法外之地 希望广大网民理性全面客观看待问题 不造谣不传谣共同维护文明清朗的网络环境 这个是济南警方他的通告 这个周某某啊 为了博取眼球博取流量 故意歪曲事实 就这么个事情 在网上这么多人去讨论 所有那些骂 你说你脑子里说是有屎 就是你基本上真假不分 别人随便出个什么东西 你就会生气 我昨天那个标题就是 廉价的愤怒和正义 这就是廉价的愤怒和正义 就随便人家说个什么 你马上就信 信了之后你就生气 马上就开始攻击 所有跟你意见不一致的就是洗地 然后就是这个那个的 反正自杀的一定是英雄 架桥的一定是刑杀 就是你那个观念 没有办法容纳别的东西 正因为简单对吧 这个low啊 所以被别人利用啊 人家很容易割你这样的韭菜 因为你没有办法 叫理性全面客观的看待问题 这个警方提醒的非常有道理啊 广大网民要理性全面客观看待问题 我不知道山东大学 给留学生到底发多少 所以我不去评价这个事情 但是我觉得三万 这个完全不靠谱啊 这个周某某 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心态啊 为什么要遭这种谣 公安机关严肃处理 到底处理到什么程度 反正我也不知道 这个影响非常恶劣 他就是煽动对立 本来这个社会上啊 就是因为种种谣言 以讹传讹 大家对这个什么留学生 尤其是非洲留学生 有意见 这个也是政府啊 这么多年的宣传教育 反噬 就是你老是不告诉人真相 老是不透明 老是不公开 藏着掖着 最后呢 大家就是不信你 所以说什么人家都信 只你说的人家就不信 不就是成这么个现状吗 但是我们如果一味的采取不信 别人说什么 反正都是错的 这个就不叫理性 全面客观 你想一想 人家说食不能吃 那你也反着来说能吃 你马上要吃 证明给人看 你这个有意思吗 我认为啊 这个影响这么恶劣 这个周某某应该严惩 因为他已经恶劣到 这个海外 当然了 我刚才说了 这个周某某 他是利用现有的 对吧 大家很多人 对这个留学生 这个政策不满 这个政策到底是什么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都是以讹传讹 在那尖锋就是语 那很多这个网友啊 偏听偏信 他也没有针边能力 你说三万 他就是三万 他就认为确实发了三万 实际上我看了一下 人家这个山东大学吧 那个济南大学 效仿人家也成亲了 说这个就是个误会 拍照片的人 他是故意的 实际上是29个月 一共发 两万九 每个月一千块 29个月怎么来的呢 好像是三年 除了寒暑假 正好29个月或者30个月 相当于你在中国留学 每个月 就是你在校期间 每个月给你补贴一千块钱 就是你这么算 能对着啥 一千一个月嘛 当然了 即便你说一千一个月 这个奖学金 或者是什么补贴 有人认为这还是高 给五十一个月 也还是高 就这个标准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标准 昨天我把这节目做完之后啊 然后就有人留言 我挑一个有代表性的 大家一起看一看 他写的还非常长 他这个留言 我一看完之后啊 我就非常郁闷 感觉到很悲哀 为什么悲哀呢 我们一起看看 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啊 我自己在欧洲留学 欧洲的的确对教育 这一块有扶持项目 而且很多 我在我那个节目里面 我加了一个 陈丹青的视频 陈丹青这么说的 因为我也没留过学 我不知道 我把这视频发了这个 我还说了 有知道的可以说说情况 你在国外留学是不是这样 因为陈丹青说啊 这中国人到国外留学 不仅什么 奖学金很多 而且很好拿 这情况我不知道啊 这个人留言啊 说啊 但我个人还是觉得 中国对待留学生有些过了 怎么过了呢 因为他脑子里已经接受了三万一个月 他已经接受了晚上那些谣言 什么给留学生啊 配个女伴 就配个赔税的等等啊 包括但不限于此 所以他说啊 觉得中国对待留学生也就过了 他这个结论呢 都是些在错误的信息上得出的 我们接着看他怎么说的啊 他说就拿欧洲来说 一个外国留学生 只要达到一定指标 可以拿到减学金 我自己也拿了 但是就我个人的情况来看 我拿到的减学金计划 是公开在学校里的 是公平竞争 每个人都有机会拿 这里要强调的是 每个人都有机会 不管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 当然本国人欧洲国家留学和非洲国家留学生获奖占比是有差异的 我呆的国家本国人要占40%多一点 欧洲留学生其次再次就是非洲留学生 抛开奖学金本国学生占比高不谈 本国人是有机会拿到同样的奖学金的 但中国这一块做的就很差 为什么给留学生抄国民待遇呢 你看他这个脑子里固有的观念就是 中国对本国学生差 对留学生要好 说中国这一块做的很差 为什么给留学生抄国民待遇呢 我想啊 中国哪个大学里面 说本国的学生没有奖学金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学校 就本国的学生没有奖学金 只有国外的学生有奖学金 知道情况的给我举个例子 为什么给留学生抄国民待遇 你看他这个结论从哪来的 很多人说是为了提高中国在全球影响力 就像坦平书提到的那样 是对未来长远布局 但我看来一个国家如果连自己的搞不好 却是向外国人提供抄国民待遇 是说不通的 至少要给到本国人和外国人同等待遇 你看他还是纠结在这儿 就是一个错误的这个认知啊 他得出了结论肯定是错误的 我休假期间回国 也去过很多贫困的地方转转 中国很多地方的孩子 真的很苦很艰难 我们的孩子没有好的善学环境 缺给外国人如此高的待遇 你看他还是纠结在外国人待遇高 他为什么有这么根深蒂固的印象呢 就是在网上这以恶传恶 那我们的孩子会不会以后 也会比那些拿着中国高待遇的孩子差呢 难道我们的未来比外国人差 才是我们所求的吗 这个都不知道他说什么意思啊 2018年我去非洲一个小国工作 当地大使馆因为人少 需要戒掉中资公司的翻译 去帮他们做当地学生 去中国的评选考试 考试很简单 只要不是脑残都能通过 考试休息期间 我跟当地考生聊天 问他为什么去中国留学 他们很多都说去中国给的钱多 这些钱可以让他们非洲的家庭 过得很富裕可以养活一大家人 这个说的或许是对的 但是大家记住了 评论的这个人呢 他在欧洲留学 他在欧洲赚到的钱 欧洲给他的钱 比中国给非洲这个留学生的钱 我不知道是多还是少 少的话他在欧洲活不下去 因为欧洲生活水平可比中国要高啊 这个反映一个什么现象 就是你看我到欧洲去占欧洲人的便宜可以 欧洲有奖学金啊 钱多啊 非洲人到中国来留学给他钱 这也不行 你说说作为一个中国人看到这样 你心里不悲哀吗 就把一个贪小便宜的中国人 马上就展现了淋漓尽致啊 就如是我贪别人的便宜 但是别人不要到我们这儿贪便宜 这个人可是在欧洲 他自己说的在欧洲拿奖学金 为什么如此双标呢 我们接着看到王雅怎么说啊 据我了解 非洲当地有钱有权的上层阶级 他们的孩子都去了美国 英国或者欧洲国家留学 去中国的输入T2D队 多余不给国员亲属 或公务人员子女居多 也有穷苦出生的寒门 但很少 你看他自己说了啊 到中国来的都是不及官员亲属 或者公务人员子女 越是贫穷的地方 越阶级固化 这些孩子去中国留学完后 真的能站到很高位置吗 估计那些去英美国家的可能性 要高得多 这就很矛盾了这个人 这一方面说 非洲这些真正的权贵 或者是精英头部啊 他们都去欧洲美国留学 到中国来的是第二梯队 是部级干部 公务员的子女 我就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意思 你是要人家来的 还不要人家来 你如果是要非洲人到中国留学 你是希望他这个就是那些总统 或者是酋长 或者军阀的头 他们的孩子到中国来 希望他们也来 还是说我只要那些部长的孩子 或者只要那些合格的 你只要考试合格就行 你到底什么意思 如果你想要人家这个头部 对吧 八尖的家庭的孩子 那你就得给人家更多的待遇 更好好的吸引人家 人家为什么去美国 你说不要人家了 咱们不竞争 对吧 非洲那个地方咱们不要 就让美国人去教 让欧洲去 那也行啊 你是什么态度啊 我本身不反对 对教育高投入 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 我自身也是受益人 父母都是农民 靠着简学军读到博士 但我真的很不建议这种 超过国民待遇 至少给自己的孩子同等机会和待遇 如果我们自己的孩子自己不疼 我们自己还要人为 造成自己孩子比别的环境差 那我们凭什么指望 我们的孩子超越他们 按照自己的说法 他是一路然是奖学金 读到的博士 那就自身就说明了 他在国内是拿到了奖学金啊 并没有因为非洲人来 他没拿到奖学金啊 他这不是自己一切都说明了吗 然后他这个里面 反复提到超过民待遇 什么叫超过民待遇 一个月给他一千块钱补贴 这叫超过民待遇 你在欧洲留学给你一个月多少补贴 医学期减育金多少 你那个待遇 有没有超过欧洲人的水平 你知道法国人为了延长退休 在闹市 那法国人那些移民 因为待遇问题 收入问题 是不是在闹市 那法国是不是应该 把所有的这个留学生的 减育金全部取缔掉 因为我们自己的人生活的不好 很多法国人 他也没有上到更好的学校 他为什么要中国人去留学 意大利的 所有意大利人都能去意大利头部 学校上学吗 我觉得不可能的吧 那为什么要把这机会给中国人呢 你这中国人哪来的回哪去吗 为什么给你提供减育金啊 意大利人的孩子 意大利人不爱 法国人的孩子 法国人不爱 欧盟的孩子 欧盟人不爱 美国人的孩子 美国人不爱 指望着谁去爱呢 你这个逻辑 是什么混账逻辑呢 这个人啊 如果他说他在国内 我一点都不觉得吃惊 很正常 他偏偏说他在欧洲留学 在欧洲拿减育金 你看看他这个逻辑 这样的人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培养出来的 所以我给他回一个 我说你出国留学是个悲哀 早点回来吧 我没有说别的 你看看他的留言 足以证明他到欧洲留学 就是个悲哀啊 他学到什么呢 就他这个认知啊 他这个留言 反映出他的这个水平和认知 就说明他去欧洲没有任何用处啊 你就应该在国内啊 就你这水平国内教育就够了 因为你只能听谣言嘛 就是你没有办法分辨是非 你即便到了欧洲 你还是没有办法分辨是非 那你去留学干什么呢 你学了啥 逻辑思维能力有吗 这么长的留言里面 都是自己在打自己耳光 都是自相矛盾的 这就和那个挤公交车一样的 我挤上来了 那我就对后面人喊 你们等下一趟 不要挤了 我要是没挤上来呢 我就喊 大家往后挤一挤 后面还有位置 是不是这种心态 就是说国内有很多人说 这个留学生政策不好 我还能理解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我一直说 我要从我个人出发 我肯定不支持 为什么 因为他挤的就是咱们自己孩子的 留学的这些名额资源 对吧 我在视频里面一直反复强调啊 从我个人出发 我觉得没必要 我就是狭隘 但是你要从整个国家 整个这个叫中国人 你说长远看 你肯定需要打开国门 跟人交流 非洲这些人 愿意到中国来学习 了解中国 促进中非的这个友谊 有利是中国人走向非洲 去非洲以后发展 做生意 这个错了吗 美国西方欧洲 为什么给你们提供 简约金让你去留学啊 他得到什么了 促进文化交流啊 促进这个双方互相理解 这样的人越多 这个社会越稳定 因为大家都了解啊 有很多这种相互敌意啊 这种摩擦实际都是缺乏了解 你如果就在国内读了一个本科 你说这个留学生制度不好 我能理解 你可能很普通 简约金你也拿不到 然后呢 女朋友你也谈不了 干啥啥都不行 这回一看 你看黑人都有女朋友 然后他们衣柜还有补贴 他们拿简约金好像还容易 然后再加上社会一传言 马上你就信了 然后脑子里就有个印象 这把人来了 就是抢占我的资源 这个你在国内我还能理解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国内 你接受不到很多真的消息 政府又不愿意去解释 所以你接受的这些 都是错误信息 都是别人利用的 但是你在国外啊 你在国外留学那几年 学的是啥 这欧洲这个信息也是管控的吗 还是说你这种体制 你这种脑子只能接受谣言 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 就是你在国内接受谣言 还能理解 到了国外你还是接受谣言 只能听到 自己都不带脑子去分析的 非洲留学生 就是超国民待遇 一个月三万块 然后每个人都有女伴 你这政治水平就这个 你说你读到博士 然后还在国外留学 这个难道不叫悲哀吗 就是这样的博士 都是这种水平 这个恐怕就是小镇做提价 就是玩命的学 你应该从资深出发 想一想 你一上博士 出国留学 你是不是占了别人的名额 有人比你更适合去学习 结果他因为种种原因 你没去让你这样的人去了 说个不好听的就是你占了毛坑不拉屎 浪费了一个名额 我们同学之间啊 经常在一起开玩笑 有一个是搞核方面的 我们经常喝酒就拿他开玩笑 说就你这水平啊 别人不知道我是知道的 你搞核武器 你耽误了中国多少年呢 你浪费了中国多少资源 当然了这是开玩笑嘛 还有博岛的 我们也拿他开玩笑 就你这水平还单博岛 你不是无人子弟吗 这是开玩笑啊 但是我没想到啊 这晚上还真有这样的人 所以我给他留言是什么 出国就是个悲哀 你早点回来 读到博士 然后出国留学 居然就是这种认知 首先一个认知 跟一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 没有出过国的人 一样 第二个对信息的甄别能力 可能比国内很多人还差 我理解了啊 你要是受过良好教育 读到博士 然后又在国外留学 这样的人应该更加包容 更加开放 更加能展现中国人的优点 你展现的是什么 中国人贪小便宜 中国的大学 我们可以就是去分析啊 没有一个大学 说我故意 我只招非洲的留学生 我可以肯定啊 没有这样 他都是像全球招式 只不过人家不来 有你那个条件 首先一个你的教育水平 你吸引不了别人 第二个你开出的条件 对吧 你以为给的人家很丰厚 钱很多 奖学金不少 但是对人家有钱的国家 那一学生 没有任何吸引力 最后就变成什么呢 只对非洲有吸引力 他不就这么一个结果吗 但是中国有很多大学 他为了把自己整成一个什么 国际学校 你看我有很多留学生啊 全世界190多个国家 我都有学生 这样显得自己很牛啊 有的学校为了这个评比啊 我知识评比什么我不知道 他肯定是在当地啊 比如山东省 他们要打造什么什么名校 打造名校的指标 恐怕就是留学生占多少 也多少人在你这留学 甚至是国家教委 也有这样的项目 对吧 你留学生达到多少 你就能凭什么样的一个学校 凭什么样的学校 然后拨款就多 你的学校就更知名 等等吧 那这些学校 他就玩命的招国际学生 但是你就是玩命的招 人家美国人不来 澳大利亚人不来 英国人不来 最后只有非洲的兄弟来 他不就这么个结局吗 因为非洲 他生活水平低啊 你中国那个开出的检业机 欧洲人看不上 但是他们觉得很多啊 这种抱怨啊 国内的学生 国内的家长 国内的年轻人 抱怨 这个还能理解 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 说都有高的格局 这也做不到 但是咱们评价啊 还是从事实出发 不要基于谣言去评价 你的基础是谣言 那你说你评价出来 可能对嘛 所以说国内的 我反而不是特别的生气 我对这些在国外留学的 他还是这种认识的 我就觉得是个非常悲哀 我认为这些人 他就不应该去留学 他可能挤占了别人的名额 应该让更需要留学的人去留学 这实现也是一种错配啊 错配就造成资源浪费嘛 实现对欧洲来说呢 他那个讲运经也白花了 教育出来一个是非不分的嘛 没有办法甄别 真假消息的 一点逻辑能力都没有的 很多人说中国的教育 没有逻辑教育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有没有我不清楚 但是你说国外也没有嘛 你到国外留学 或者也是不讲逻辑 那你去留学啥呢 这里面还有个问题啊 我为什么让他回来呢 首先一个 在欧洲留学肯定挺费钱的 家里人攒钱不容易 国内经济不好 你辛辛苦苦攒那点钱 把你送到欧洲去留学 花的不少 结果你学不出个什么东西嘛 你纯粹就是去拿个文凭 没有干货嘛 没有正财实料 这是一个啊 就是你自己家里套钱 如果你说你家里没套钱 我上学不花钱 都是当地政府的奖学金 那这就更打脸了 你可以到欧洲去 靠奖学金在那留学 但是非洲人 不能靠奖学金 在中国来留学 偷偷的双标啊 横数都是不对啊 这就是我为什么 我看了之后 莫名的悲哀 咱们换个角度说 如果是一群欧洲人 在那讨论 你中国人在欧洲留学 就像咱们中国人在讨论 非洲人在中国留学 是一样的 一群欧洲人在那骂 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孩子 没学上 为什么我们退休 还要延迟 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保障 还不够这么差 让中国人跑来留学 中国那些权贵家庭 他们都不到欧洲啊 他们去美国留学 我们吸引来的都是些 顶多是公务员 或者是部级干部的孩子 甚至这个部级干部的孩子 都没有 有很多都是穷苦老百姓的孩子 跑到欧洲来留学 我们给他提供奖学金 我们到底图什么 然后他们还在这找着女朋友 我们的男孩子 或者女孩子都找不到朋友 你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你作为在欧洲留学的人 你听到这样的议论 你什么感受 当你在国外 享受国外之中开放 包容 享受国外之中自由 这个时候 你应该多想一下 中国是更封闭好呢 还是更开放 更包容好呢 如果这个都想不清楚 你读那么多书干什么 你问哪读去了 书读哪去了 我们小时候 有句骂人的话 说你读书 书读到脚肚子里面去了 没有读到脑子里面 好 这期节目啊 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